由於時間關係 他應該要出場人 但他變的也要一點時間 所以我另外 下個禮拜先 另外再拍ASV AAP 或者是下個禮拜再爆這個 好 我還欠挖劍 還欠挖劍 這個東西要不齊的 要不齊的 要不齊的 按一把劍 按一把劍 是不是最後一部 應該是 好 接下來又有些氣勢 看來 準備 OK 這個 又是動漫展裡面 將會第一次和大家見面的 一個 Dark Soul第三集 哎呀 Dark Soul不在 對了 第三集的什麼呢 就是這個大哥 終極其中一個大哥 對 這是雕像 原來他出了兩個版本 一個是巨大的 1比12 這個1比18 其實這個是巨人 哦 這個是一個巨人 看見面就知道巨人 1比18 我以為是1比6 我也是1比6 這個 你會發現這個雕像 這個做法 其實他都用 運用了很多材料 你看看 可以玩玩玩玩玩玩 我多怕 原來軟軟軟的 而且你看到 他 我從底座講 底座其實 你看到 其實很有氣勢 他有一堆人的雕像 托著這個底座 對 因為這個是一個 統治者 就在Dark Show第三集裡面 如果有打Dark Show的朋友 就知道 這個是一個 最勁抽的 其實是一個大佬角色 我不說那麼多 遊戲裡面的東西 因為免得說錯了 這個是第一次 在香港會展出的 在動漫節 裡面 Seven and Booth 都會展出這個 已經開始預訂 這個是一個 比較小的版本 1比18 但是 目測也有12寸高 它是一個混合式的雕像 之後 它會用Polystone 用PVC 以及其他 可以留意到 你會看到 你的手 其實有些透明件 是有些血紅色的 透明 這樣做 如果加上燈效 很棒 對 其實可以射下去 還有你看到 它本身旁邊 有些毛毛 披肩的 羽毛版 羽毛的部分 它都用來做 我自己欣賞 它整個 整件作品的布局 你看看 背部 背部 它有一件袍 椅子上 黃色的一件 是一個錦袍 其實它做得很仔細 雕像來講 做得很仔細 對 有布感的 反而Dark Soul 我覺得它整個 用中古武士的格局 來營造的氣氛 以及比較黑暗的風格 其實連續幾集 都要用這個方式去處理 而這個就是Dark Soul 第三集 就是吊獎了 那名字 我不會說 我怕說錯字 那個名字 那個名字很特別 那個名字叫什麼呢 叫做YHORM 即是HORM 如果沒有Y音 YHORM HORM 就是它黃色的 它下面 對 地台機部 被壓榨的矮文 對 真的很原生 它每個都是有個樣子 對 有一個一個 在這裡 除了這把劍 這把刀 哇 很大 我沒有打過Gamer 不知道它是怎樣的 它的手都是用透明件 用透明件 和賞色 所以它射出來 可能有血液的效果 還有一些毛毛的效果 很棒 還有兩個獅子 獅子頭 這個如果1比12的那個 更大 有的 有的 但是香港就未必有剪版公民發售 其實那個就更欺捨更強 那那個是1比12的 你猜不到 你要擺1比12的出來 現在1比18 這麼小的人 就是MicroMan 對 就是看著這麼大隻的人 是很誇張 這個多少錢 這個 真的不太記得 不要緊 大家留意在動漫展裡面的Bull Black Seven的Bull Black 會有得展覽和預定的 拍著Brian 待會有折的 好了 你記得當天找到Brian 就會有折的 對 如果有我的簽名就行了 好 我們先把牌子放開 對 好 哇 太多了